彩虹碎尸卷 嗨,大家好 我是Sarina 今天我们来做彩虹碎尸卷 先预热烤箱 170度 把蛋白和蛋黄分离在干净 无水无油的碗里面 也务必注意 蛋黄不能滴落在蛋白里面 倒入100克牛奶 40克糖 50克玉米油 一点盐 手动搅拌均匀 筛入120克低筋面粉 轻轻搅拌均匀 将大国语过日子 把蝴蝶棒放入无水无油干净的煮锅 倒入蛋白80克糖 四分之一茶匙 塔塔粉 无需量杯 4.5分钟 速度3.5 打发 先少入小部分 用手动打蛋器大概的搅拌 再少入其余的蛋白霜 再少入其余的蛋白霜 轻轻大致的翻拌一下 换刮刀棒 继续翻拌至8分均匀即可 把面糊分成6分 用三个颜色调成6个颜色 用三个颜色调成6个颜色 轻轻地用刮刀棒 翻拌均匀 动作要轻柔 不要搅拌过度哦 从最浅的颜色开始 继续完成其他的颜色 1个颜色 加大滑 四个颜色 入行铜筒 1个颜色 1个颜色 2个顶紅色 1个颜色 1个颜色 2个颜色 入行饼�� 2个颜色 一遍 准备小号的裱花袋 逐一把每个颜色 放入各自的裱花袋 准备好一个有油布 14层10寸的烤盘 剪开裱花袋 依序挤入彩虹面盒 冰箱面盒 切成几乎的裱花袋 放入柠檬 冰箱面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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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挤上第二层 直至面糊挤完为止 轻敲两下 放入烤线烘烤18至20分钟 烤好后可以立刻脱模 先放上干净的油布 进入另一个烤盘 反转 撕开底部的油布或烘焙纸 盖上另一张干净的油布 烤盘再次反转 撕开底部后 表面的皮可以去掉 把两边切掉 将油布与蛋糕片一起卷起来 盖上保鲜膜 放入冰箱冷藏 一至两小时定型 把蝴蝶棒放入干净的煮锅 倒入200克动物性鲜奶油 20克糖 盖上盖子 不需量杯 不需设定时间 用速度3.5度打发 重入冻口光纸 大概20至40秒 可以打发好 取出定型好的蛋糕片 刺身定型可以预防开裂 扫入全部的鲜奶油霜 并抹平 可以加入自己喜欢的水果 用油布把蛋糕卷起来 同时另一只手往内压一压 事先定型好 就会很容易操作 最后包上保鲜膜 放入冰箱 做最后的定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 我们的彩虹碎尸卷 已经做好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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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